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在9月8號公佈了大部分遊戲中的製作機率 包含了強化或是合成的機率 這部影片就是來介紹小屁我從遊戲中 以及韓國玩家整理的一些機率來做分享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小屁目前有在做抽獎活動 我也會將傳送門附在留言處記得去參加喔 首先我們就來看一下祝福富裕卷軸上各裝備的機率 可以看到白色50% 綠色30% 藍色20% 紅色10% 紫色5% 神話1% 唯一0.5% 紅色以上不意外啊 但是藍色跟綠色竟然比想像中的低啊 因為原本都會覺得說藍色綠色白色應該都是一張上的 結果綠色跟藍色就只有30%跟20%而已 好 接著來看一下合成變身娃娃已經覺醒變身的機率啊 白核綠35% 綠核藍17% 藍核紅12% 紅核紫11% 紫核金11% 紅變覺醒16.5% 紫變覺醒12.44% 金變覺醒55% 這個我個人覺得就蠻準的齁 就跟我們平常在合的時候機率是差不多的 好 接著就是這個技能卡合成 以及各製作機率還有衝裝機率的部分 白技和紅技就只有1%的成功機率 紅技和紫技則是12% 紫技和金技有11% 屬性萬能耀15%成功機率 奧塔船服你封印船服再加上卷軸是10% 那你如果兩個封印船服的話則是20% 支配服的話是10% 加11-5做金布是15% 史書1-3張13% 史書4-6張12% 史書第7張18% 接下來就是最近很火紅的史書第8張 則是成功率只有3% 接下來看一下衝裝機率 安定值6的武器過1-3機率都是33.3% 9-10是0.6% 10-11則變成0.8% 接下來看一下安定值4的防具過1機率是25% 過2機率是20% 過3機率是16.7% 那這個就等同於五關神關 你如果要點加7一樣是16.7% 過4機率是14.3% 過5機率是12.5% 那接下來過6之後都是0.3% 然後接著就是模組 模組的話令我感到驚訝的是 它加1到加9都是同一個機率 都是33% 加10是變成0.9% 加11是0.8%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符石以及屬性 然後以及混沌煉金的機率 符石強化的部分 加160% 加251% 加335% 加429% 加523% 加67% 加714% 加812.5% 看起來符石的強化機率 都沒有低於10%的 那接著來看一下屬性 1階30% 2階10% 3到5階 則階為5%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用模組 來龍高級珠武粉末的話 好像不是說5階是很困難的 一直以來都覺得說4到5階會比3階還難 接著就是混沌煉金的部分 看球火的這個預測是已經移除了 然後你的材料有沒有進行強化也都沒有差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出紅裝的機率吧 2件藍裝出紅裝機率是2% 3件藍裝出紅裝機率是3% 4件藍裝出紅裝機率是4% 5件藍裝出紅裝機率是5% 可以看到你綠裝不管放多少都不會影響出紅機率 但是一樣要維持最低的材料2藍1綠啊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紅裝出紫的機率 1紅出紫裝機率是4% 2紅出紫裝機率是8% 3到4紅出紫裝機率都是11% 所以你今天最多最多就放3紅就好 放到4紅就虧了 那一樣是藍綠裝多寡不會影響出紫機率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版機率大公開的分享 那在此也感謝小甘特大大的補充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那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囉 那一樣小屁有進行抽獎活動 我也會將傳送門附在影片下方 記得參加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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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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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